各位網友大家好 歡迎又來到我們《芒向編輯部》的YouTube Channel 頻道 首先這裡有澳洲的珍比士 你好 大家好 大家好 才是珍迪好 還有我家產生的大家好 大家喜歡我們的節目 除了來到大台《芒向編輯部》 還可以到二台正向部和三台沙冷氣那裡 點讚、分享和訂閱 將一個齊抗疫並經濟反攬炒的信息傳揚出去 好了 這一節就想說說美國的副國務卿 將會去到中國的事件 謝爾曼女士 會在25、26日去到中國訪問的 其實現在在他訪問之前 在美國的外交界都有幾件事發生 第一 就是布林肯說會27日去見一下莫迪 剛剛說的 去訪印度 布林肯 莫迪我來見見你 就是25、26日見完中國之後 就由布林肯去見一下莫迪和他聊聊天 不知道可能是交代一些東西了 莫迪相信全身都鬆了 哇 大佬又來見我了 看看 謝爾曼呢 不過走去見一見這個叫做 就是找一個副國務卿 見一下日本 見一下韓國 副手而已 看看 現在來見我啊 找一個正的來見我啊 證明 多看得起我啊 記住啊 最重要的那個副手是去見中國啊 副手見中國人 正的來見我啊 但是 有集敗會啊 人家 人家拜登後來才是 最大的大哥去見中國啊 你不要開心得那麼早啊 老闆 那他自己開心就算了 最重要是要和自己有說嘛 是 是 不過 可能來都是搓你呢 就是 敲打你呢 就是 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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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他 目的是什麼啊 喂 可能說 你跟我說過買我的軍火啊 給了錢沒有啊 是呀 不頂啊 是啊 不准和法國買 不准和俄羅斯買 幫我買光它 你剛剛啊 和法國啊 買了那36架飛機回來啊 不是 買了那些飛機回來啊 你都應該要分一些給我啊 是嗎 這樣你就大鑊了 真的 或者是跟他說 喂 中國講鑊了 好了 不要再搞事了 這樣都不頂啊 不過 另一件事呢 就是在美國國內的 在他五國大樓裡面呢 他有一個 資深 二十年 很多年經驗的 專門是做亞洲代理的高級官員 就叫做黑爾維 大衛黑爾維 專門是管著太平洋的 亞太地區的 我辭職不幹 那我不幹去哪裡呢 不是退休 就走了去 布魯魯塞爾做美國駐布魯塞爾的北約代表高級顧問 這樣說 這位哥哥呢 其實已經有十幾二十年歷史了 是很資深 他做他也都是在 奧巴馬年代 這個特朗普年代 至少做了十二年這個位子 就是由紅褲仔出身 在裡面做了很多年 做這個代理亞太區事務代理部長 助理部長這個位子 已經做了十二年 但是現在拜登上來 就不想找他坐正 那當然他都要走了 但是其實表面上 拜登不用他 他生氣起來走了 有一個這樣的可能 但是問題這個後續就是 他現在離開了 就要找一個人代他 在一個級數的高位 這種級數的位的人 每一個位都是要經過參議院提名 不是要你提名 參議院認定才可以做 就是每一次是對於拜登 就會被共和黨的人抽擊他 就是那個嚴重程度可以怎麼說 比如說我們之前有一次講過 為什麼拜登政府是搞不定中南美洲的問題 中美洲的問題 是因為在國務院專門要來 處理中美洲問題那個位的人 是一路懸空 是過不了參議院 我提名過人參議院 五個就不過了 就是你現在由空的位出來 被參議院抓他 你這個人在五角大樓裡面 是一個很受尊敬的人 根據所有人說 你有什麼事找他 他都一定跟你搞定 而且他 就是這些是他裡面有一些太平洋司令部 那些高級 高級人員說 如果 這個人最重要的是 他是很豐富的亞太地區事務的經驗 就是你的官僚 就不停地走的嘛 走來走去的 但是你這個額頭會走來走去 但是中級 中級的助理這些位的人 是設死的 通常都設死的 就是知道這套東西是怎麼走的 現在他走了 其實就是 變相對於拜登 不要說拜登那麼直接 是對於他那個國防部長 因為他是屬於五角大樓裡面系統的人 但是奧斯丁是一個很麻煩的事 尤其是當參議院那些人想擦一下拜登 他問起阿泰區的事情是什麼 你應該要問這個人的 這個叫克維爾先生 但是他現在走了 怎麼辦呢 很麻煩的 而且奧斯丁 國防部長奧斯丁 那些人說他跟奧斯丁是有兩嘴講的 也都是需要他做盲工作 現在就沒有了這個人 那是很麻煩的 那 拜登遊幸的一件事 他提名了幾個人上去 現在關於五角大樓提名的一兩個人上去 都是參議院都肯過 但是由於克維爾走了 就沒有了首席輔助理部長這個位置 而且在負責監督印太地區和阿富汗撤軍的國防部裡面 又少了人 因為之前如果記得特朗普臨走 他是趕了一批人走 包括這個叫做基辛格 作為顧問都趕走了 所以出現的問題是會越來越大的 就是出了一個洞 而現在接替克維爾的人 做這個代理角色的 就是一位叫漢德曼的先生 他就在阿富汗的工作 就比較 就是他是比較熟悉 就應該就是要 他由現在五角大樓的重點就是 怎樣撤軍 但是就是 行運醫生醫病尾已經整好了 現在剩下95% 這個漢德曼先生 如果搞定他 有可能會走到去做印太的事 這樣說 但是他始終不是那麼熟悉的 那 而其實現在呢 由五角大樓呢 有一個說法 就是 對全球軍事的動態呢 就進行審查 那麼審查得如火如荼 不過應該就準備完了 因為被你審查了半年 那就準備審查完 之後再看看怎樣佈局 那當然我們都講過了 他的國防部長奧斯丁呢 經常都想跟中國的國防部長聊天 但是中國你想聊 哦 慢慢的吧 不要急 你都經常跟我頂著想的 你想逼我跟你聊 我是不會跟你聊 要麼中國 是瘦軟不瘦硬的 你和和嘻嘻 我就和嘻跟你聊 那你派兩隻戰 幾隻戰艦走來走去 我怎麼跟你聊呢 其實很傻 那麼到目前為止 美國參議院呢 就已經確認了 12個拜登提名的人了 那麼當然呢 包括國防部長奧斯丁 在國防部裡面 12位官員 已經 批准了 包括國防部長奧斯丁 副國防部長奧斯 還有四個人要慢慢來的 那麼 但是呢 有些人呢 就做一下就不做 就是說你想提名我進去 我都不做了 這樣包括呢 是五角大樓的最高採購官員 叫做布朗 他就說我不肯做這樣說 相信呢 就是因為 爆 我們之前有一節講過的嘛 他們 他們 美國軍部是用了很多中國的 哈哈 沒辦法的 中國的 阿平靚靚靚的攝像鏡頭 擺在這裡 就是他發覺 要我做五角大樓採購 很容易背鍋的 那條供應鏈 一直都跟開中國的 真的 你要我脫 我怎麼脫呢 我們都講過 是那份報紙爆它出來的嘛 但是不要忘記 那份報紙說你用中國貨 為什麼它會知道呢 它是拆開舊東西見到才知道的 你買東西 你怎麼會舊舊買來都拆開的 大佬 就是吹無求疵到這樣 你吹它不上 那 現在那些人就問他的國防部長 說 浩斯丁 怎麼樣啊 喂 他說 我們每天都是會 關注著事情的 我們會和白宮繼續合作 而確保 我們找到一些合格的人來填補 我們欠的職位的 那到底他 他現在還欠多少個呢 就是白宮其實 他仍然是欠很多很多人進去的 那現在他還欠26個位 是要等上去的 要你參議院有提名 就是26個官員 少了的話呢 就在中級官僚捧個人上去 但是沒有人抓職位的話呢 表面上是運行到 但是重大決策應該怎麼做 是沒有人知道會怎麼搞的了 所以可以看到他們在中美洲是十分之差的 做得我們遲下會有一節 好了 那我們就說回來 可以看到 為什麼好像怪怪的 派一個 派一個 一個副級的人 去到中國見面 都搞得這麼難 就可以看到 為什麼 奇奇怪怪的 那今天 趙立堅先生呢 他們已經講了 為什麼會這樣 而且已經揭露了 為什麼 你那個副國務卿來到 當初說不定 有人去問趙立堅先生幾件事 今天兩條題目 第一個呢 就問 美國國務院發言人就說 阿薩普 就說中美關係的核心是競爭 同時不單止有對抗的因素 也都有 雙方利益配合的因素 美國常務副國務卿 謝爾曼女士就會訪華 希望和美國和中國推動 即美國希望推動一些利益 近乎美國的利益和價值觀 負責任地管理雙方關係 美國將繼續以實力地位出發 和中國對話 中美關係要有互難 令到競爭那時候不會發展為衝突 請問有什麼看法 趙立堅先生這樣說 美國所謂競爭合作對抗 來處理中美關係 實際上仍然都是 將中國定為競爭對手 挑動對抗 就要來壓制中國的發展 這個做法 並沒有釐清中美關係的主流和支流 是不符合事實 也都不符合兩國人民根本利益 也都不符合時代潮流 根本上是靈活思維在那裏作水 然後趙立堅先生還這樣說 我想強調 美國一再揚言 由實力地位出發 和中國說話 對話 這樣反映了美國的傲慢和霸道 正如中國一再指出的 美國是沒有資格對中國說教或者指手畫的 也都沒有資格說 由實力地位出發和中國的交道 我們在安克雷奇不吃這一套 不吃這一套 在天津更加不會受這一套 中方始終認為 中美關係應該是基於互相尊重 和平等互利 而不是一方受益 中美關係的發展是要有互難 但是互難不是由美國單方面定制 美國停止干涉中國內政 停止污衊抹黑中國 停止損害中國的利益 才是中美關係的真正互難 我們會在謝爾曼常務副國務卿訪華期間 繼續講明中國對於發展中美關係的原則立場 堅定維護主權安全和發展利益 即是很明顯 之前他想講的東西 怎麼都 我相信是美國那邊就跟中國說 我想跟你講這些東西 中國就說 是嗎?就不理他 後來大家都知道 謝爾曼後來不停地說 謝爾曼是想見國家領導人 你找個副手來見中國的國家領導人 這個就說他想嘗試用實力來講話 整件事是很明顯 美國是想說我由實力去講話 於是就想找個副手來見李克強先生也好 習近平習主席先生也好 搞這些東西 中國當然說你想來見就見 不過要規矩 規矩就是副手就要見副手 正的就要見正的 很簡單 我是跟你平起平坐 於是呢 就繞著對手你想見嗎? 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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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後美方應該說 好了明白 不過我都想見看黃毅先生 你外交部比較高級些的人 於是中國就想想好 防疫關係 你在天津裡見 這個是很明顯的 其中一個就是說 又是有一個問題 去問這個立堅先生的 當時就說 美國常務副國務卿謝爾曼就訪華 中國會去哪一個人 跟他主要去談 黃毅國務委員兼外長 會不會見他 趙立堅先生這樣說 我要跟你說的是 主要談的是 中國外交部主管中美關係的 謝鋒副部長 美方多次提出 希望見到中國領導人 中國是考慮按慣例 才會安排黃毅國務院委員兼外長 之後見面 就這樣說 其實這次來 找個副國務卿跟你談 就找27號 就找布林肯和莫迪談 其實就是 其實是試水溫 看你中國的 看你中國的驚美 我最近敲打你敲得這麼厲害 但是誰知道 這種情況 真BC你怎麼看 我覺得就是 現在都是前戲來的 我覺得很快就會有大戲 就是後面的和談 或者說談判 或者高級會員 甚至兩個國家頂端的領導人 見面呢? 這是前戲來的 就是 或許前戲是好氣氛 或許是差氣氛 有些人喜歡製造緊張感 危機感 是不是? 但有些人喜歡製造一些 叫做和諧感 Anyway 這個我反而覺得不是很重要 我們就是 期待 集敗會 老實說我就是期待集敗會 但是在集敗會之前 你見到拜登打很多手牌 現在包括這個 是的 所以說他是製造良好氣氛 或是製造一些緊張氣氛 我就是這個意思 就是打很多手牌 他會打很多塊牌 他是特意打這塊牌 然後找個副國務卿看 你中國的反應是怎樣 誰知道 中國副國務卿跟我講這套不行 不動搖 如果中國是找個國家領導人見他 就很大件事 他會踩多兩腳 不錯 不過他是試水溫 而且也可以見到由他 Pentagon 五角大樓有人走了 其實拜登不是那麼穩固 不是想像中那麼穩固 我們等一下會講一下 那好吧 我們就講到這裡 回來再講其他話題 多謝大家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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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